台日新聞獨家報導 機車到底要不要待轉呢 來看看台中大明路跟國光路口 因為採取綠燈輪放通行 那如果要左轉國光路的話 機車要被強制兩段式的左轉 但現在常常標迫36度高溫 在大熱天光是待轉 就要等上兩分半鐘起跳 有好多騎士真的受不了了 記者就現場直擊發現 許多騎士耐不住酒後 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有四輛機車違規左轉 騎士在烈日底下等待轉 大力漢小力漢直石流 等不了的就違規左轉 記者直擊平均一個小時 就有四台機車違規 實在是因為待轉時間太久了 最多我等過100秒 只要轉這個彎我就要等很久 等很久就覺得好熱 台中大明路跟國光路 採用綠燈輪放通行 但機車卻得強制兩段式左轉 離封時間平均得等上快三分鐘 尤其在體感溫度39度下 民眾實在熱到洞沒掉 不是躲在樹翼下 就是連等待轉也要卡位 停在陰兩處 直接可以左轉過去就好 為什麼來那邊等七八十秒 來就沒有等七八十秒 以我在地人 我絕對不會去走台銘路這條 因為如果剛才一個紅町 就一定要等三分鐘以上 我會什麼380這行 或是317行 因為這樣差一分鐘 明明都是要左轉國光路 卻有兩種標準 大明路得要兩段式左轉 但距離650公尺的東榮路 都是兩線道 機車就可以直接轉 不需要等待轉 引發民怨 開路口將取消 兩段式左轉 開工程目前進度於跨包階段 預計8月中旬開工 取公所最後決定 順應民意之後會重新規劃車道 未來騎士可以自由選擇 待轉或是直接左轉 不必在烈日底下苦苦的等 叫潘昇林嘉明台中報導 在本燈只不得休得樋化